大家好,我是游戏狂人,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旧版龙卷跟新版龙卷差在什么地方,右边是新版的初始的属性,攻击力比旧版的还要高20,为了让所有玩家能够清楚的知道旧版跟新版差在什么地方,我们透过这个图看的也比较清楚一点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技能。 右边是新版的念动机,左边是超能风暴,两者的攻击力差了20%,一个是造成虚弱,一个造成坚韧,但是新版的念动机普攻多了一个坚韧,可以吸收30%的伤害,这个很强的护盾,那旧版则是造成虚弱,一回合内攻击力减少10%,好,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绝技。 左边旧版的绝技造成五连级,却只有100%的攻击力,右边新版的三连级直接爆升到150%,哇,这个两者之间一下子就差了50%的攻击力,新版的还多了一个立场,立场的迅速在行动前这个角色,你可以受到160%攻击力的持续伤害,简单说就是让你的角色打得更痛,这是一个新的理由。 牛派,立场牛,好,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被动技能,两者有什么差异呢?旧版的龙卷被动,只要你触发了受伤,你可以给敌人增加30%的暴击伤害,新版的龙卷这个文字就有点长啦,简单说,新版的龙卷你在行动后,以往有一个封锁状态的能量有个图案有没有,这个封锁呢,以前是封起来,现在就把你扣起来, 接下来你的受伤也会减少30%,同时你的对手如果对你施放持续伤害类型的,就有50%会转化为生命值。 接下来是关联的部分,左边旧版的龙卷,关联很简单,因为能出的角色都出了,那右边这个新版的绝星姐妹是谁呢?我们没有办法判定对象,但知道绝对是一个女的角色。 左边旧版龙卷的关联总共有4个组合,新版的只有3个组合,那专属武器以及徽章的部分看起来大同小异,新版跟旧版的专属武器都是提高暴击伤害5%。 两者的logo也就是图案插在什么地方呢?左边的有使用运斗,右边的则没有使用运斗探过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旧版龙卷还没有用专属武器的一个特效。 好,再来我们看一下旧版的龙卷,如果你提升了专属武器,那又会是什么特效呢? 虽然很多朋友都看过了,但狂人还是弄一次给你们看。 好,我们提升到了三星,接下来穿一个速度的装备。 好,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新版的龙卷,他的特效又是什么样子呢? 好像很不错,不过我总觉得怪怪的。 哪里怪怪的呢?你们有发现吗? 好,我们看一下大九年的专属武器。 接下来前后两者做一个对比。 最后我决定优先觉醒黄金球。 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